同学们好,今天呢,我们是高考冲刺讲座的第十二讲 今天我们这讲呢,是概率与统计 关于概率和统计呢,是高考考察我们应用能力的一个题目 就说做这个题呢,我们首先要把它当成一个建模的题 一个应用问题来解决 那么这样一来,就首先涉及到它的解析格式的严格要求 必须要有以下三步 建模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解模 解决这个数学问题 建立一种数学模型来解决那个实际问题 解决那个模型 按照数学的方法去解决 第三步,要回归 回归到这个实际问题本身 简单的说 开始要有设 要有设 将实际问题转化成数学 不单纯是有的同学认为的那种设什么什么事件为A 不单纯是那么个意思 这是一个必要的解题 思维过程 第二步,再解决那个数学问题 第三步,要有答 绝不单纯是答案问题 这里边有一个检查 您所解决的那个数学模型的答案是否符合实际问题的提议 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 无论是新课标的全国家 比较简单 我们看主要的知识要点 我们首先要明确 古典概型 古典概型是今后我们解决 实际问题的一个重要提醒 就是说 要明确古典概型呢 它是有限性 还有等可能性 简单的说 就是说 在实验中或者是在一次实验中 可能出现的结果只有有限个 也就是有有限个不同的基本事件 习惯上我们把它记成 卡的 Omega 这是基本事件空间总数 有限个 习惯上把它写成N 而事件A 又含有其中M个 就是卡的A 等于M 那么事件A发生的概率 PA 当然就等于N分之M 好 这就是第一个有限性 以及第二点要注意 在实验中 可能出现的结果 就是这个基本事件的可能性 是均等的 所谓均等 要小心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抛制两粒骰子 何为六这种情况 何为六这种情况 有多少种 等可能性呢 严格来讲 有多少种等可能性 是这么多种 C61 乘以C61 有36种等可能性 这就是卡的 Omega 有这么多 有的同学开始不能理解 为什么是这么多呀 明摆着数量最少的 是1加1 是2啊 最多的是6加6 是12啊 对吧 2到12 总共才有 11种可能性啊 为什么是36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 很深奥的道理 这11种 并不等可能 于是得分成36种 才等可能 理由很简单 何为1 啊 何为2 只有一种情况 但是何为2 这一种情况 它是很难得到的 但是何为6呢 情况就多 我们就讲 有1加5 还有5加1 有2加4 还有4加2 另外还有3加3 就才一种 加第一块 是5种可能 那最后 何为5的 啊 那么最后 何为6的 概率是多大 我们就立刻就知道了 是36分之5 对吧 等可能性 总共的是36种 何为6 刚才对我们数了 总共才5种 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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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4 2 3 3 再没了 而文科的同学 就是靠这种 树枝图的方法 或者叫做穷极法的方法 来求出这个题的答案 就完全得到了解决 好 所以说通过这个题 我是盼望着同学们 能够对等可性 诶 等可能性 有深刻的认识 第二点 几何概性 几何概性呢 它的特点是 试验结果有无限多 严格来讲 就一次试验中 试验结果的可能性 有无穷多种 比如说我们像黑板上 投置分底头 落点一定落在 这个矩形区域内 那么落点 有无数多个 对不对 有无数多个落点 所以说 试验结果有无穷多 而且每个结果出现的 可能性相同 老师如果站在 十米外的地方 投置 如果很准 准能投到 这个矩形的黑板面上 那而且每个点 每个地儿的可能性 都相同 这就叫等可能性 这就是这个题的意思 试验结果无限多 每个结果出现的 可能性相同 那你说还怎么求概率啊 所以说 就不能再采用这种方法了 几何概性的公式 要是什么呢 是采用这样的 PA 等于 分母是 基本事件空间的 几何量 诶 不要再数个数去了 那数不过来啊 几何量 你比如说 面积 体积 长度 等等 几何量 还有事件 A的几何量 事件A的几何量 你比如说 我这画了一条线 老师 剖制 粉笔的可能性 都相同 剖制在 黑板的 右板边的可能性 占多大比重 应该是 这个是整个的 二分之一 那最后概率 应该占二分之一 这就完了 所以说 A的几何量 除以M的几何量 这几何量包括 长度 面积和体积 这就是文科所要考试的 全部内容 考查 古典概性 考查 几何概性 那么对于理科同学呢 除了刚才的古典和几何概性之外 还要注意第三 二项分布 二项分布又叫 贝努力概性 又叫贝努力概性 还有超几何分布 概率分布列 数学期望与方差 简单给同学们 复习一下二项分布 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分布 后边呢 请同学们自己看看书 二项分布 实际上是 独立重复实验 独立重复实验 就是说 重复进行N次 同一个实验 注意跟古典概性的区别 古典概性是 一次实验 N种不同结果 二项分布 就是贝努力概性 是 重复进行N次 同一个实验 重复进行N次 同一个实验 比如说抛骰子 抛十次 这就是重复进行 同一个实验 N次 事件A 事件A恰好发生 K次 减计为PNK 重复实验N次 事件A恰好发生K次 事件A发生的概率 为P 那么不发生 那么不发生的概率 自然是 1-P 所以说 恰好发生K次的概率 是到底哪K次发生 在N次里边 选K次 这K次都得发生才行 就是P的K次放 另外N-K次不能发生 看这个结构 就特向二项式定理 当中的通向 1-P 加P 到N次方 向这个二项式定理 展开式通向 于是我们又把它叫做 二项分布 这就是它的来历 看看 注意这个 对文科同学不要求 但是对李科同学 这是出现了一个难点 古典概型和 被努力概型的区别 它们两个的区别 有同学 如果不幸被严重的话说 曾经在这儿 吃过大亏 超级合分布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类型 我们有十件产品 其中已知三件式次品 十件三 就是七件正品 我在里边认取三件 进行检验 查出来 至少有两件式次品的概率 那么立刻就得到了 一个一个得求 恰好有两件 恰好有三件 这两件事 去求 求完了之后 得到的结果 大概它的公式 是这个样子 P 可在 等于K 这种类型 然后呢 C N K 总共由大N件 去K件 就是基本事件 总数 其中 其中 这里边 要是取K件的话说 C 如果这个产品里边 恰好有M件式次品 CM 在这里边 取出来的是K件 从另外N-K 个里边 取出来的是 多少呢 小N-K件 那我这还得改一改 总共取多少件 总共是取 小N件 这里边看字母表 是什么了 大N小N 这个意思 立马人就知道了 我是从实践产品里边 取三件进行检验 如果恰好有两件式次品 就是 在三件次品里边 选出两件来 在另外 七件正品里边 又选出一件来 不就完了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看看 看 看字母表示的E 这里边我们表示的是 N是总数 M是取的数量 选取数量 K是说 含有次品数 就说 恰好含有的次品数 本题要求的那个 然后大M呢 是 大M是产品里边的次品数 产品里边的次品数 不是取 大M是产品里边的次品数量 K呢 是次品数 取出来的那个次品数 还有一个量是 哎 没了 就这么几个量 还有个小N 小N 是你准备选 多少个元素 选 多少个 元素 进行检验 就是这么个事 看看 同学们再看一看课本 对这个几何分布 对这个超几何分布 感觉一下 概率分布列 简单说一句话 实际上就是列表法表示概率函数 列表法表示概率函数 我们把概率看成一种函数 那么是用列表法让你表示 为什么用列表法表示 因为我们现在考察这都是离散型 离散型 随机变量 联系型的随机变量 我们要求不高 哪着 同学们能想象到哪吧 再回归分析 在正态分布 等等 那儿呢 大部分都是连续性 好 期望 数学期望是算数平均数 方差 是算数平均数 预计起值那个差的平方 求完了之后 再除以产品数量总数 那个n 或者样本总数那个n 看具体情况 就是方差 又有的时候考察你标准差 你就方差再取算数平方根 好 对它要有明确认识 第四 关于概率与统计的应用性 刚才老师已经强调了 这儿要特别小心 线模 线模和回归 知识要点呢 老师就说这么多 还有其他一些内容 刚才已经谈到了 正态分布啊 回归分析啊 还有等等其他内容 我们在考试之前 什么叫考试之前 一模之前 二模之前 高考之前 看上十分钟书 就可以了 不要提前 因为就忘了 因为那儿的呢 主要是注意 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 认认真真的理解 就够了 你说公式难记 放心 他要是考察你准给你公式 而且数据不会太多 上海除外 上海呢 因为允许用计算器 可以给你很多 好了 我们看主要例题 首先看例题 如图所示 这个图 在一个边上为一的正方形 AOBC内 向正方形AOBC内 随机投一个点 在这个正方形内 随机投一个点 该点落在正方形AOBC内 任何一个点都是等可能的 落在这个正方形的可能性相同 则所投的点 恰好落在这个夜行区域内 为什么把它叫做夜行区域呢 这标准呢 一个是二次函数Y等于X帽 还有一个 密函数Y等于根号X 实际上这俩函数呢 恰好关于Y等于X成轴地称 它俩不违反函数 Y等于X成轴地称 求这俩函数 图数围成的这个夜行区域内 落点所占的概率 先控题 我们立刻就想到 几何概念 那么解决方法P 一定是夜行的面积 除以正方形的面积 正方形的面积 那么首先正方形面积是一 夜行面积是什么 不难得到 不难得到是什么 夜行面积啊 一定是这个 以下这个面积 第二倍的对立事件 因为这个面积不好求 我们就求这个曲线Y等于X 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求这个曲线下的面积 这个曲线下的面积根据对称性乘2 然后再求对立事件 就是夜行的面积 好了 知道了 要等于1减去 S正 这个面积是2倍的 定积分 0到1 X方 定于X 文科同学又着急了 你说不对呀 这定积分咱不会呀 你放心文科他不会考你 不会求的 他会考虑一个圆 跟这个圆 公共部分等等 是吧 他肯定是会能求 理科同学呢 会考你定积分 而且每一个题尽量涉及到更多的知识量 好了 那这个题再去做 就是1减去2倍的 这个的反导数 是三分之一倍的X的立方 从0到1 从0到1 三分之一S的立方 正方形的面积是1 好了 那就是1减去三分之二 这个的定积分是1 那最后结果等于三分之一 OK 这儿签 概率是三分之一 还是非常容易的 你想 这种题能难吗 一定是很容易 好 这个题老师就讲到这 我们看这个题 它的解答 可它几何概型 考察对立事件的概率 激进积分 高考题呢 大多 一题考多点 一题多点 涉及较多的知识模块 这是必然 好了 这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 看了一下 底下呢 敬业图 它是记录了甲组和乙组 这两组各四名同学的植树 科顺 移植树中 有一个数据比较模糊了 模糊了怎么办 下方 我们就 建议无法确认 我们先用X表示 就是暂时 用X表示 这是一个定页图 接下来 我们就看 第一问 如果X等于8 求乙组同学植树科顺 的平均顺 和方畅 植树科顺 的平均顺 和方畅 那现在 X知道了 如果是8的话 那么乙组同学 所植树的科顺 分别是 08 就是8科 8科 9科 10科 总共才4个人 植树科顺 平均顺 当然立马 就能求出来 X 你8 那怎么算 都能算出平均顺了 四分之一 8 加8 加9 加10 有同学可能说了 坏了 这是个基数 注意啊 数学期望 是理论上的期望值 绝不允许 四捨 五入 求出来 别说是数的科顺 就是人顺 该3.5 还是3.5 7.8 就是7.8 这是理论上的期望值 或者理论上的平均顺 要注意 不要四捨 五入 好了 求平均数和方差 方差 刚才老师也说了 一定是S方 等于 什么 用一个个具体的值 减去它 平方之后 相加 再除以4 就可以得到 这个题的结果 是这样 我们看 具体的解题过程 当X等于80 由经验图可知 一组同学的值数科顺 是 88 90 所以平均数为 X8 等于 四分之一倍的 8 加8 加9 加10 等于四分之三数 好 四分之三十五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值 严格来讲 你就是写成 4832 就是8点多少 8点多少啊 8.75 也行 是不是 8.75 也对 四分之三十五 也行 这就是X8 方差呢 是四分之一倍的 8.3 四分之三十五的平方 8点四分之三十五的平方 9点四分之三十五的平方 加上10点四分之三十五的平方 最后算 等于十六分之十一 这同学说 这玩意儿还不算是 当然得算呢 高考四大能力之一 运算 秋节能力 要注意 这个题本身就是北京市的高考题 北京市2011年高考理科师体 所以说要认真真的去算 这是第一问 我们再看第二 如果X等于9 不是8了 有可能是9啊 是吧 分别从甲乙两组中 随机选取两名同学 求这两名同学的植数总科数Y 他的分布列和数学期望 那么我们接着看 如果X是9 你说别的可能性呢 有没有7的可能性 严格来讲 7的可能性倒是还真有 8的可能性大 7的可能性也有 但是再少 估计不会了 你看人家植数多的 能植数十棵 如果要是植的太少 你好意思在这个组吗 对吧 上下都差不多才对 所以说 我估计不是8啊 就是9 这样的不能太少 对吧 所以说题目问题还是有道理的 如果X是9 分别从甲组和乙组中 随机选两名同学 两个组 选两个同学 怎么选呢 各选取一名 各选取一名 哦 那就跟PO骰子一样 一个骰子看一点 另外一个骰子又看 他指的点数 好 知道了 求这两名同学的植数 总科数外的分布列 和数学期望 植数总科数外的分布列 和数学期望 哦 这两名同学的植数总科数外的分布列 和数学期望 好 老师呢 分析一下 Y 刚才我们知道了 移足是他 甲组是多少来着 这是移足 甲组 甲组呢 我们看看 他的分布列 甲组的定页图 我们知道是九颗 九颗 十一颗 十一颗 甲组同学挺能干 对吧 九颗 九颗 十一颗 十一颗 然后呢 Y 是在这里边 选一个 这里边选一个的核 我们就发现 最小的数是17 最大的数是21 那中间是都有吗 未定 要好好一粒一粒看 反正数不多 这里他选一个 九有可能 那九加八是17 九加九是18呀 九加十是19啊 二十有可能吗 有 啊 那就齐了 总共的可能性 有这么多 这就是两名同学 值数总科数Y Y的可能取值 又叫Y的定义 是这几个 然后再分别求P外 Y等于17的时候是几 18的时候是几 19的时候是几 20的时候是几 21世纪 这个玩偶 就能够得到分不列 一个一个的几球 看看老师 老师求两个剩下的同学 回头自己求 先看 PY等于17 等于多少 这是一个古典概性 基本事件总数 一定是从四个里边取一个 四个里边取一个 文科同学 当然 不要求这种形式 分不列都不涉及 好了 C4一C4一分值 分子呢 我们就数去吧 要想出现 17 我们发现有两种可能性 9加8 9加8 再也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就这么一个值 那这儿立刻添上 16分之2 8分之1 这是一个 老师再给求一个 Y等于18 C4一C4一分值 看看何为18的有谁 9加9是18 这里边有两个人 这里边有两个人 那当然就出来了 没有别的可能性 就是C2一乘C2一 四种可能性 来 他 对他 他 对他 这里边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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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 最后是四分之一 非常容易 这几个再去求 因为有的麻烦 你可以等到最后 让一去减 像这个肯定简单 21点 21点你数一数 肯定就这一种 别就没有了 哎 还有一种 也是两种 十一 十 十一 十 两种 因为两种 十一 好了 那就是 还是八分之一 既然还是两种 C4一 C4一 分之二 OK 老师说 求两个 现在求了三个 PY等于21 又是 十六分之二 等于八分之一 好了 这两个 请同学们自己算一算 是同理 好了 分不列 马上就出来 至于说数学期望 我们直接用公式就行了 是17乘八分之一 加上18乘四分之一 加上19乘你算的值 再加上20乘你算的值 再加21乘八分之一 等于多少 把数值算对了 就完了 好 我们看大体的解题过程 当X等于90 由今夜图可知 甲组同学的直数科数是 991111 乙组同学的直数科数是 9890 分别从甲乙两组中 随机选一名同学 共有 4乘4等于16种 做这么多种等可能性 这两名同学 直数总科数外的可能取值是 17 18 19 20 21 这五种可能性 Y等于17这种情况 等下于甲组选出的直数九科 乙组选出的同学直数八科 那么这个事件呢 有两种等可能性 因此PY等于17 等于16分之二 等于8分之一 看看 这种描述性的语言叙述 要有 剩下的就简单了 从理可得 那直接一写就行 至于说你怎么数的 就不管了 然后把这些个数值呢 用列宝法表示 我们看这个表 Y 17 18 49 20 21 八分之一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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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分之一 意外 就是17 乘以八分之一 18乘以四分之一 19乘四分之一 20乘四分之一 21乘八分之一 结果等于19 过程不要 结果对 简直自然这一步的分就给你了 一般是占两分 结果错 一般来说也不再给分 不会因为你公式写对了 就给你一分 结果对就给分 结果错 就不给分 反正分也不太多 但是你不能丢 对吧同学们 这个题 老师就讲到这 严格来讲 还是非常容易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列题 为了解 甲乙两厂的产品质量 采用分层抽样 有分层抽样 系统抽样 还有简单的随机抽样 是不是 这都是简单的随机抽样 随机 分层抽样的最大特点是 所占的比例数 相同 各部分 好 那你就应该懂了 用分层抽样的方法 从甲乙两厂生产的产品中 分别抽取14件和5件 测量产品中的微量元素 X跟Y的含量 下表是移产5件产品的测量数据 移产有5个数据 其中微量元素X和Y 分别测量的数据 现在已知 甲乙生产的产品 共有98件 98件抽了多少件 14件 当然 有同学说 最好14出98 这一样 谁当分子 谁当分母 是一个意思 就移产生产的产品数量 移产生产的产品数量 不知道 我可以设T 抽出几件来 5件 哦 那就是这个呗 生产的产品数量 就完了 这还是不是 亚厂生产98件 抽取了14件 14占98的多少 是14比98 这15比T也行 他比他也可以 T就算出来了 这就是分层抽样 考的是统计 第一户 立马就得解 98 比上14等于7 5乘7等于35 计一场生产的产品数量 为35件 我这儿呢 实际上 没必要这么啰嗦 您就设 一场生产的产品数量 为T件 那98比14等于T 比5 当然是5乘以这个 98除以14 是35 那最后结果 积累所取 这就完了 分还不少呢 这一问 怎么着 也得给 三分五分的吧 好 我们再看第二问 第二问是说 当产品中的微量元素 XY满足 X大于或等于175 且Y大于或等于75 表面上像 像什么 表面上像线性规划那是的 实际上 没几个顺 你就直接看就行 满足 X大于或等于175 且Y大于或等于75 时 干产品 就叫优等品 用上述样本数据 估计 估计什么 一场生产的优等品的总数量 那首先您要知道 一场生产了多少 一场总量 刚才我知道了 是35件 第一万已经用了 对吧 再乘以 一场 正品率 不是正品率 优等品率 它的概率 优等品的概率 就OK了 而优等品怎么做 根据这个题的意思 应该又是古典概性 刚才这题二 我们考察的就是古典概性 这个题又是古典概性 好了 为什么是古典概性 你看好了 在这几个产品中抽几件 五件 一场的五件产品中 测量数据 是这个 从上述样本数据中 优等品的总数量 那五件里边 是样本总量 优等品数量 你就一个一个的看 先看X大于75的 X大于175的 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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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行 他行 但是 在这三个里边 还得再看Y 而且大于75的 他行 他不行 Y大于或等于75 他不行 他行 我懂了 编号为2 编号为5 这两个产品 是优等品 这概率是五分车 对吧 一共产品的 基本事件总数是五 优等品各顺 我经过观察 就是这样 数据处理能力 看表 看出来了 有两个 五分之二 细微所求 OK 那么 优等品的总量 就是35 乘以五分之二 这个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 然后呢 抽出的那两件 优等品 优等品 可塞的分布列 及其均值 那么啊 这一步很关键 先考虑可塞的 定义域 可塞的定义域 很明显 抽出来的五件当中 啊 在五件当中 抽出的两件 有可能有零件 优等品 有一件 有两件 最多是两件 至少有可能是零件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三件 都不是优等品 所以说可塞的取之 这三种 分别求这三种的概率 应该用超级和分布的公式 很容易 老师随便求俩 求俩 第三个也就出来了 好 听学们看 老师给求 P可塞等于零的时候 P可塞等于零 一定是C 五件里边取两件 这两件 全都来自于非零等品 C三二 OK 再看P可塞等于一的时候 C五二 C三一 C二一 这就是一件 零等 一件 非零等 P可塞等于二 我也写出来吧 C五二分之 C二二 诶 全部来自于 优等品 就是说 二号跟五号产品 OK 把它们分别算一算 分布列就出来了 接着 均值 好 我们看老师的具体解法 可塞的取值是零一二 这三种 实际上这是写成 定义的形式 P可塞等于零 是十分之三 P可塞等于一 是五分之三 P可塞等于二 是十分之一 最后列成表格 那么可塞的均值就是 零乘十分之三 一乘十分之六 二乘十分之一 最后结果五分之四 好 我们再看 例题四 学校呢 游园活动 有这样一个游园项目 假箱子里有 三个白球 两个黑球 这跟刚才 有五个产品 两个U等 三个非U等 差不多 好了 接着看说法 一箱子里头 有一个白球 两个黑球 你可以整理一下 假箱子 是三个白球 两个黑球 以箱子 白球是 一个 黑球是两个 好 整理一下 这些球除了颜色 以外 就完全相同 什么大小啊 什么材质啊 就完全一样 每次游戏呢 是从两个箱子里头 各随机取出两个球来 每个箱子里头取两个球 若摸出的白球不少于两个 看懂事呗 白球不少于两个 就算获奖 每次游戏结束后 将球都放回原箱 哦 就说有放回的产品检验 严格来讲 这叫独立重复 立马提醒你 本集是独立重复试验 既然是重复 那有可能是二项改型 我们看这个题 通过以上分析呢 我们把它整理了 这样的数据 假箱 以箱 还有这是独立 有可能是独立重复 当然也未定 看怎么个问法 要是重复摸球 当然是独立重复 但是我们看第一次摸球 哦 这个就要求在一次游戏中 当然就有可能 涉及不着重复问题 对吧 就才摸一次 一次试验 说明这个题 肯定是古典概型 摸出三个白球的概率 那要摸出三个白球的概率 大约 要是简单着写几步的话说 你就得应该是这样 摸摸出白球 恰好是三个 摸摸出白球数吧 白球数 为X 那么P X等于3 应该是什么 首先基本事件总数 应该是五个球里边摸两 三个球里边摸两 假箱 乙箱 各摸两个 总数X等于3 那三个白球可以有如下可能 假箱三个 乙箱零个 假箱两个 乙箱一个 再也没有了 OK 这有点像超级核分布 所以说你不用过多的管到底是哪个类型 那么三个里边取三个 那这儿自然就不需要取了 再加上三个里边取两个 两个白球 一个里边取一个 这样一来算这个题就能得到正确答案 当然得算对了啊 就这样 这是总共取三个 但是注意一个问题 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在这 你看一看 现在只有白球数 感觉到没有 你还得再取一个呢 不是总共取四个呀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还得取出来别的球 这就是超级核分布的特点 三个里边取三个 假箱就已经 可能性不大呀 是吧 假箱里边 总共才摸几个球 两个球 知道了 在一细致的分析 这种列法是有问题的 不符合提议 想的到好 想的到好 那实际上又不符合提议 那到底怎么办 看样子了 这里边摸三 这里边摸一个 这种可能性 这里边摸三 这里边摸零个 这是可能性没有 对 那我还得重新来 那这个题就会做了 然后黑球里边不摸 这样一来就出不了 刷了 好 只有这种可能 剩下的你想的这个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计算它 这才对 哎呀 现在我们就感觉到 做题还应该 既然是理解为超级和分布 就应该考虑到 有多少正品 有多少次品 好了 分析到这儿 后边就不至于再出串了 我们看看老师的具体解法 我们看 社在一次游戏中 摸出I个白球 这个事件为AI I呢等于0123 PA3 就是总共摸出三个白球 只有这一种情况 C52 C32 C32就行了 C20可以不写了 C20是一样 以下摸出C32分之C21 再乘以C11 C21 两个黑球摸一个 C11也没有写 因为是一 最后结果是五分之一 这是刚才老师列的那个式子 如果要写成C32 C20 这儿呢写成C21 C11就更好 当然现在也对 等于五分之一 第二问 一次游戏中获奖 这个事件 我们设为B 什么就叫获奖呢 至少 抓出来的球 有两个白球 那我们这回就甭想抓出四个白球来了 对吧 甭想这一把三个都抓出来 这都抓一个 那不可能这里边最多拿出两个白球来 这里边呢 拿出一个白球来 最多拿三 也有可能这里边拿出一个来 这里边拿出一个了 所以说你再算一种情况 算一种什么情况呢 算一算 恰好拿到两个白球 还有 加上刚才 恰好拿到 三个白球 这两个事件 加第一块 问题就得解 先算算 拿到两个白球 有哪些可能 拿到两个白球呢 有 这里边拿两 这里边拿零个 这里边拿一个 这里边拿的一个 这两种类型 好 要是 甲仙 拿俩的话说 C32 C32 乘以C20 C20就不限了 除以C52 以仙拿零个 必须得拿黑球 两个 C22 两个黑球 C32 以仙 要是拿 一个白球 甲仙也拿一个白球呢 应该是 白球拿一个 C31 再拿一个黑球 C21 除以 C52 以仙呢 C11 乘以C21 除以C32 最后结果 算一算这个题 结果是 二分之一 又因为 恰有两个白球 欲恰有三个白球 这两个事件 是互斥的 所以说 取得 奖项 就是获奖的可能性 是他俩 合 事件 合事件 就是他俩的合 又叫并事件 所以说最后结果 是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一 等于十分之七 最后再给出个答案 答 好 这是第一大问 分了两小问 我们再看第二问 求 在两次游戏中 获奖次数 X的分布列 极数就期望 这回可就是独立 重复试验了 两次游戏 获奖次数 X的分布列 X有可能是 两次都没获奖 有一次获奖了 有两次获奖了 通过第一问 已经算出来了 获奖的概率 P是多少 不获奖的概率 是一减P 又是多少 对吧 因为是独立重复 那就好说 幸亏就才玩两次 要是玩二十次 我就列出通向来了 本题是标准的 二项分布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严格的量数学 期望EX 一定是 二乘一P 好了 鉴于次数比较少 我又需要求分布列 我们就顺着题目的标准 往下做就行了 不用再用 大B NP 这种类型 就是为总例盖型 总共才两次 实践P 这个类型 我们可以不用这个公式 但是我知道结果 EX得是二乘 刚刚第一问的结果 十分之七 所以说最后的数学期望 一定是 五分之七 好 好 我们看这个题的具体解析 由其一可知 X所有可能的举值为012 P X等于0 是 都不获奖 获奖的概率是十分之七 就是一减十分之七的平方 一次获奖的概率是C21 十分之七的一次方 一减十分之七的一次方 五十分之二十一 两次获奖是十分之七的平方 是一百分之四十九 如果次入很多 要是玩二十次 我肯定就不再都写了 就写一个通向就可以了 所以 X的分布列是 0 一百分之九 一五十分之二十一 二 一百分之四十九 X的数学期望 一定是 零乘他 一乘他 二乘他 相加 最后是五分之七 因为数比较少 我就这么写了 数要比较多 我就按刚才 这基本公式来算 好了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 通过这节课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讲的主要内容就是 有二项分布 超几何分布 古典概型 还有几何概型 这样几个问题 同时涉及到概率和统计的典型问题 同学们呢 课下要认真复习 今天就到这 下一讲再见